字幕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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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古今好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天堂W的入門子安 這部是有關於任務的部分喔 我們未來看一下有這個 主線任務、地區任務還有成就、應章任務還有我們W的最新系統 委託系統 等下這個影片會來介紹這些東西喔 好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吧 我們先來重視一下影片喔 好開始 任務還有委託 他這個遊戲裡面還是有一大堆任務 所以讓我們來看 那任務基本上就只有經驗值 除了經驗值之外 還有 還有金幣的獎勵 還有一些道具 搞不好又有變身卡 娃娃卡之類的喔 反正有任務我們就解 我最喜歡解支線任務啦 支線任務必解 不解輕你會毛毛的 好這邊是主線任務的部分啦 主線任務部分就是 一定會有啦 然後獎勵也是最讚的 接下來是任務就是有 四周月 這個大家塗墨色吧 有這個道具阿還有金幣可以拿到喔 然後還有成就任務 成就任務就是 人達到一次阿 不過獎勵也是很豐富阿 那個等級的一個成就阿 十等二十等三十等 或者是 強化裝備的次數阿 殺人的次數之類的阿 好他這邊還有印章任務喔 這個是新的東西喔 印章任務就是類似 天堂2M的神域任務吧 然後 可以拿到特羅斯的印章 那這個印章可以去買東西阿 好用這個特羅斯的一個印章 特羅斯自己用的硬幣嗎 好這裡跟部分的NPC換取特別的道具 你們看這個道具就是 樹 防捲阿 防捲阿 防捲的部分 然後三等 那這邊還有優好度阿 優好度 提升的話 還可以買更好的道具喔 像這邊還有飾品可以買是不是 這兩個是不是 印章任務就是特津莊的 委託布告阿 這有一個扛棒 這扛棒可以接這個任務 然後任務獎勵就會 基本都會有這個印章阿 特羅斯的印章 那我是 在想阿 是不是 每一個村莊 都有一個布告欄 然後他們的布告欄 都是有不一樣的任務 像天堂2M阿 他每一個村莊 都有每一個村莊的區域任務 會有 那一個 村莊周圍的怪物阿 是什麼的 要我們去解 然後 這個印章任務阿 W這個印章任務 倒不好也是 類似 天堂2M的那種系統 就是要解這個 豐木村的 任務阿 豐木村這一區的任務阿 或者是肯特村這一區的任務阿 那周遭的一些怪物阿 會要你去打 周遭的怪物阿 然後 我記得2M的之後 好像是有次數的喔 因為 他的 每一個區域的一個 康棒阿 就是 好像每天只能解十次吧 十次之後 你要隔天才能再解 不排除這個W也是這種模式喔 你每一個村莊 小肯特解完十次了 你可以跑去蜂墓那邊解完 再解十次喔 那解完又可以再跑去七眼那邊解十次喔 然後 解完之後 要再解的話就是 要升級 或者是要跟 隔天的一個重置喔 才能再接任務 就可以一直瘋狂的接任務 然後拿這個印章阿 那他這邊有 特別講到 要登這個NPC 買東西 買東西 這個 也要提升他們有好度 那有好度的話 應該就是 要去接那個村莊的任務 你要去 接那個村莊的任務 才有那個NPC嘛 那任務應該就是 這個NPC 要叫你去幹嘛幹嘛幹嘛 然後你解完這個任務 他的NPC的一個有好度 就會提升之類的 另外還有 另外還有 特有的系統喔 維托系統 這個系統都比較新了 喔 當你接到 比較難完成的印章任務 這印章都是 剛剛介紹的那個 combat任務 你可以透過 這個委託系統 來 注意用其他玩家來幫我們解任務 大家這邊 講的其他角色就是 王家阿 齁 我可以委託 任務出去 然後你來幫我解這樣 好 不過我看他的收費 是要用鑽石的部分 那這邊我們要付出鑽石 看這個任務要 20鑽阿 然後要登錄 登錄這個委託的布告欄 好他這邊 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可以 公開你的一個獎勵 或者是 你可以隱藏你的獎勵 如果你的獎勵很好的話 你就把它 公開嘛 就會很多人來幫你解 那如果你的獎勵比較不好 你的人給的一賺 別人不講 你不想花太多 的字 你又想別人幫你解的話 你可以 偷偷來喔 一賺 但別人會不會來幫你解 如果他接到了 阿靠腰這個獎勵怎麼那麼爛 只有一賺而已 他的人會有人幹 所以盡量的話 大家應該都會用 應該都會用很長吧 不要用鑽石來支付 然後如果 我們去 接這個委託阿 我們就可以拿到鑽石的報酬 我們完成這個任務就可以拿到這筆 另外大家有 天氣系統阿 然後大家這個天氣系統也比較特別喔 大家會跟我們的任務做 影響喔 像什麼暴風雪阿 或者是沙漠阿 沙塵暴阿 會有一些 特別的任務可以拿 進入遊戲的時候 你就 每一種天氣 每一種城鎮 你就 在那邊跑來跑去阿 那 蜂墓的話應該就是 沙漠會有特別的任務阿 沙漠 所以 蜂墓那邊應該是比較好判斷 那歐瑞 歐瑞那邊搞不好是暴風雪喔 那個什麼 火龍窟那邊叫什麼 威盾喔 威盾老不好是那個 牛星魚還是什麼的喔 喔 蠻特別的 老不好都會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東西可以玩 好 那我們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 古今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喔 這個沒幾天就可以玩囉 大家 再等等吧